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的MultiButton 那首先MultiButton 就是我们在上面可以布局 那当然我们先从简单的上面先做三个按钮好了 那再来慢慢演变成多个按钮 那也许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可以输入 那 输入完毕之后上面可以显示号码OK 那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结果我们先来秀一下 这上面底下有个012对 你按个0 他会有012 就类似像这样你按个按钮他上面会显示出来就先第1个阶段 先大概完成这样 那第2阶段的话再来做复杂一些变化 OK 那首先这个地方要怎么样键 其实第1个我们来看一下 原则上以后的RUN法都差不多 第1步呢 一定是新键 一个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这个地方 我把它点下去 那一样的话呢 因为这是第3章 所以我们就CH03好了 底线 你就给一个Multi button Multi 或者是Multi B B-U-T-T-O-N 你可以名称可以自己定 OK 那底下的话 Package name 指的就是说你将来你Source里面 放在哪个名称 那这个地方有个Package 有点Domain的一个 这边 记得 比方说 Example 如果Example 你将来要丢到那个Google Play上面是有问题 你这边前面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 不一定COME 你可以改EDU 可以的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我们改自己 学校的 名称好了 比如EDU 然后后面的话 UCH 我刚好查一下 UCH 就是 这个缩写 进行的缩写 然后 后面就是这个 专案的名称 OK 然后底下的话 我上礼拜讲过了 你初期 初学者 请各位全部都用2.33好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也比较不会错 OK 全部都2.33 等到你将来 熟悉之后 建议各位 你再去 找最新的版本 现在API的版本 应该已经到20 21了吧 所以你可以再去找新的 没关系 21 22 现在Google的update 速度才太快了 其实就我最早 刚开始教的时候 才到API的前面的版本 现在没想到 哇一堆 不过早期 可以全部装没关系 不过现在建议不要全部装 因为全部装的话 你光download API的话 大概 最少的5G 6G 以上跑不掉 你光download这些环境 就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 你 载下来之后 除了耗费你的硬碟空间之外 你run起来 要low也是要花时间 所以不建议你装那么多 就装主要的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选2.33 2.33 OK 那这个地方 它有个 Singmin的部分 选择None好了 因为不要 不仅主力 因为后面的4.x的版本 有这个Singmin 但是2.x的没有 你就先不要装好了 我看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OK Icon的部分 都下一步掉 OK 那它会帮我建一个Activity 名称就是ManActivity 这个是写Source的 写程式就这里 有没有 然后呢 Layout指的就是前端 UI的部分 所以 UI Source 这个是外面 这个里面嘛 OK 然后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我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 Activity